今天,我來做西班牙的飯給媽媽吃,所以我們一起去莊莊設廠,賣海鮮,賣蔬菜,回家一起做料理。 媽媽,吃蛋糟!走! 媽媽,吃蛋糟的食物,吃蛋糟! 媽媽,吃蛋糟的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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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媽媽玩去旅行,我們要讓你們去西班牙,所以今天我要住我最喜歡住的西班牙, 西班牙短飯,那這個傳統的西班牙料理,它本來是從巴蘭西亞來的,但是現在在西班牙可以造一些很多不同的食譜, 他們會用不同的肉,蔬菜,跟海鮮。 那我在這道料理,有一個浪漫的故事,是有人說很久以前有一個男生想要做一個女生,然後他想要做這個料理,為了這個女生。 所以為了這個女生,for her,西班牙文是paraera,變成paella。 我不知道這個故事是不是真的,但不知道還蠻浪漫的。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們分享我自己的食譜。 所以我今天一早上去傳統市場,我買了紅椒,天椒,自己豆,雞腿肉,西班牙的chorizo, 拉長,蝦子,咖哩,一點點大蒜,這個是中國的羊帶的parsley,然後米,米非常重要的。 平常要用一些比較特別的米,為了煮短飯。 那我自己很喜歡種這個cracker的烏布米,我覺得這個它的口感是剛剛好。 好,為了煮糖,我用那個seafood tross tube。 很簡單,我們要先準備我們的食材。 那這個熱雞豆,我會先切兩遍。 然後我這邊,我來切我的天椒。 就是,我每次夏天回法國的時候,我一直在陽台,在那個花園,會準備很大的排鴨。 然後,最近我小時候,我大媽會常常要請鄰居來吃飯。 所以這樣,會做很大,可以請大概十幾個人。 然後,我習慣先煮我的蔬菜,然後再煮我的雞肉,然後再煮我的海鮮。 然後,我會用同一個鍋子,為了煮所有的食材。 然後,我會加熱。 用橄欖油。 這邊,我有雞腿肉。 雞腿肉,我要切一個大塊一點。 加熱,好像,兩個很少。 然後,我要切一個大塊。 配好哦。 而且,我會吃完哦。 również煮奶在這個家,有一些霑兒。 還有,我會用他的鴨子。 我來加二塊的水。 這個水已經有加熱了 然後那個比例是 我放兩杯米 八杯水 完了 現在我要放我的雞肉 我的雞肉大概每一天大概三分鐘 希望那個皮可以脆脆 然後把全部放在這個碗裡面 最後我的海鮮 我要用 Butter 海鮮 我要先用奶油 跟一點點橄欖油 先放我的大蒜 再放我的蝦子 好 我的蝦子有點醃漬的時候 我就可以放我的隔離 然後蓋子 讓它打開 我的隔離全部打開 我就放那個 Parsley 要拌一下 把那個大蒜跟Parsley 進去那個隔離裡面 然後這個汁 那個Sauce 還蠻重要的 我把全部放在這個碗裡 然後等一下會加入我的飯裡面 OK 那其實 很像西班牙 短飯要用 Mussel 但是我發現很多台灣朋友不喜歡吃Mussel 所以我用隔離 大家喜歡吃隔離 OK 那現在我可以加我的 我的飯 我再加多一點點橄欖油 我的冰激鍋已經過熱 我先放這個 蠻餅 讓它煮一下 我們慢慢加 因為剛剛有煮那個雞肉跟蔬菜 還有海鮮 所以我的蘋果 有很多味道 所以我先炒我的飯 把那個味道炒在那個飯裡面 那現在 我可以加我的蔬菜 我的雞肉 然後 我先加水 改住那個 我的食材 然後我加 平常西班牙我們要用 啊 Saffron 可是 很難找到的 也不便宜 所以我喜歡用 Tumelic 黃椒粉 在裡面 大概 一個湯匙 會給這個飯一個漂亮的顏色 麵包 好 胡椒 然後現在是大概 中火 放一個蓋子 然後慢慢煮 這個飯我們大概煮二十分鐘 這個飯我們大概煮二十分鐘 其實我的飯剛剛好 我要不需要再加多一點水 那我加多一點辣腸 這一口 嗯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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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廚師 我們最後一個步驟以後 就是我們那個下面的飯 比較脆一點 所以我們就放蓋子 大火 大概一分鐘 然後那個飯 下面會變得很脆 你知道嗎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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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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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 有一次我們每次去西班牙旅行的時候 西班牙人吃飯吃得很晚 比如說如果要吃午餐 那是兩點半三點吃飯 如果是晚餐大概十點吃飯 你會忘記 那是是是是 我們忘記做那個是是 那個西班牙人喜歡的 紅酒 然後再喝一些水果 然後再喝一些水果 三次走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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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準備好了 多喝一杯 說好 那兒 很美味 做了 兩杯 都叫做 這是 很難怪 這是 哨啡 我不喝 我们开动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麻烦你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Cheers! See you next week!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